快快快快 比賽快開始了 我不想錯過精彩畫面啊 唉呦 等等我啦 手機下載 佳樂福加速配APP 吃的喝的生活用品 一次買好又買齊 最快一小時送上門 快速又方便 佳樂福 讓購物變得更便利 本週末 會員來料飯店 嘗試 佳樂福線上購物 加速配 消費滿額 享久折優惠 活動詳情及限制 請見佳樂福官網 � Athens 二十二 二十二 LV 一百四十五頁 我這邊寫的是呢 你在 science 朗誦 我根本就在搞清楚 在寫的是哪一年是因為這太可怕了 ok 你說褲子那個嗎 要褲子不要褲子 應該是1994年 對 因為這個是在我們剛提到的1994年的 五月有一個共僚地方公投 然後他們公投就是96.7百分比的 共僚民眾反對核市場 就是碾壓性的反對 對 所以呢 就是大家覺得哇 這個民意有起來了 那反核團就在一個禮拜之後的 又辦了一個全國的反核大遊行 有三萬人走上街頭 是 這個大概是90年代人數最多的一次反核遊行 嗯 然後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民進黨籍的戲子鎮長叫廖學廣 他很有名 對 他搞了一個他覺得好像很有趣的活動 叫做要褲子不要褲子 嗯 那要做什麼呢 由內褲廠商贊助產品 廣正民眾拿出家中 舊的女用內褲兌換 掛在台電大樓表達抗議 要褲子不要褲子 嗯 那這句話呢 他說是改寫自毛澤東 在冷戰時期發展原子武器的口號 您要盒子不要褲 可是呢 這個事情被台電挑出來是汙蔑女性 但是他們顯然有點失意 他們前董事長這個很有名的人叫做陳蘭高 他十幾年前講過一句 也是被大家批評的話叫做爆反應爐比爆女人安全 他要講的其實是啊反應爐很安全啦 沒事啦 跟你睡在你老婆旁邊反而得到的輻射還更高 那這個事情就被婦女團體批評 就說批評這個料學廣性別歧視 對 所以顯然不是 不管是反和或是永和 這些男性當無聊當有趣的開玩笑 都是丟人性也不止 非常好 講的實在太好了 天啊 你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為什麼你特別要把它放進來 為什麼你們沒有發現 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顯示我們好像沒有看的認證 這本書真的很厚 但我跟妳講現在聽到這邊的觀眾就會知道 145頁 這三段要仔細的看 而且145頁還不到三分之一耶 這本書 Oh my god 你看看 但是應該就是說 反和真的他綿延時間太長了 那在寫說過程當中 要回 回顧看很多舊報紙嘛 你看那些舊報紙 就會 發現這些很有趣的一些小花絮 或者小插曲 蠻 對他可能當年就是被放在 整個整版新聞的某一個小角落 可是當 你再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再回去看 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甚至 如果他當下可以回應到 我們現在在談的事情 比方說有一些政治人物 還是講一些性別很不正確的話 是 你會發現其實他們有進步嗎 或者是說 不管一些立場上面如何 你看永和的人會講性別歧視的話 反和的人也可能會講性別歧視的話 對 這個報反應如比報女的安全 但滿有程度上 我覺得這個話實在是太吊詭了 因為你可以 你想去死 你要報反應如可以報啊 可是報女人 幹 你要你前提是對方 也必須要被你報啊 就是他這個完全是一個 就是完全不能類別的事 可是我們現在應該很賽 賽博格 反應如也不想被他報 哈哈哈 對 陳蘭剛他是1970年代 當時候台電剛開始要蓋 核一核二核三廠的時候 他就是擔任 嗯 台電的董事長 是 那他當時候被稱為是 全台灣最會借錢的人 因為他去跟美國借錢 回來台灣蓋核電廠 哦那真的很會借錢 對 真的耶 那他當然就是 在很多場合他需要幫核電廠 就是說話護航嘛 那所以他 他講這個話其實是當年他面對一些 比方說立法院或者是學者的質疑的時候 他們質疑到底核電廠安不安全 那陳蘭剛就講說 對核電廠 很安全啊 沒有什麼輻射啊 然後大家都講說什麼輻射很危險 或怎麼樣 但其實 他的說法就是你抱你太太 比抱反應乳還安全 也不對 抱抱反應乳 你是講錯 哈哈哈 啊 ok 抱抱反應乳 對 可是可是這個重點 就是你看他叫做抱 他身邊的女人是講說自己的太太 他的意思是說 跟你平常生活中跟你靠最近的那個人 他身上也有輻射 就人體本來這樣就會有輻射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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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這些反核的人不用怕啊 就是我們身邊 每一樣東西 甚至你最親近的人身上都有輻射 ok 那你怕什麼怕 嗯嗯嗯 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想要 想要為核電廠護航 反過來講剛剛你講的那個廖學廣 就是給敵人撿到槍嘛 欸對對對 就是 互相打臉這樣 對 好 ok 好這非常非常有趣 好 我先跟觀眾講 大家聽到現在就會知道說 我都大概要拼湊一些訊息 就我們今天有兩位來賓 然後 其中一個來賓應該寫了一本書 好 他是這本書的共同作者之一 然後這本書應該是跟核電有關 大家應該可以拼湊出來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來聊這本書 跟今天的訪問 大家好 我是若毅 歡迎收聽若毅不絕 然後我們今天請到 兩位來賓 那第一位是王順維 他是海島河市的作者之一 那另外一位是呂怡婷 他是媽媽氣候行動聯盟的專案經理 兩位好 哈囉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怡婷 好 不用突然一開始開路就變這麼嚴肅 剛剛明明就不是這個樣子 對 我剛心想說 欸怎麼突然變得 突然變得 區分有點神秘 我們剛才還在講一些性別 對 很棒 就是這 不要說什麼這個 社會運動本來就是跟性別 本來就是息息相關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要去理解一件事情 不過大家應該聽到出來 就這本 我們今天要聊一本書叫海島河市 他其實就是專門在講台灣的反核運動 那今天很開心就是邀請到其中一位作者 順維 那 呃 剛才在閒聊的時候有提提起到一件事情就是 可能一般的社會大眾了解核電這件事情 好像都是從比較近代才開始了解 我不知道大家什麼時候要接觸到 核電這個議題 我先講我自己個人 真的就是陳水扁選總統那一年 我小學二年級 然後一直在講核四我才知道 有一個發電的東西是第四個叫做核電 呃叫做核四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議題這樣 你說2000年嗎 對對對 哦 嗯 依婷比我小一帥嘛 我忘記了耶 還是我們同屆 我是1992的 哦那我們同屆 我們同屆 哦 嗯 蛤你那時候還會對核四有印象 因為我從 不是就是很爽 就是陳水扁要選 我小學二年級的人要怎麼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對啊 我知道 我先講因為我 你也太理性了吧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假掰的人 我從小就自以為關心政治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關心政治議題 天啊 就那個時候就是非常非常假掰這樣子 這也太精準了吧 那時候只會被爸媽帶去一些民進黨造市場 我完全沒有 我們全家支持宋楚瑜 哦哦哦 我家也是耶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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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媽那年也投宋楚瑜 我爸媽那年也非常開心 他們覺得宋楚瑜就是要忠心國民黨 對 連戰他也沒有用 宋楚瑜比較有才這樣 哦 我覺得這蠻有即視感的 就是有一些人會覺得 他不夠國民黨 對 對 沒錯 哦 蛤 所以你那時候就知道核四 就是我就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我我只知道這兩個字 然後呢 你還知道什麼資訊 就不知道 但是我這次我 所以我講說我是第一次聽到 有關於核電這件事情 我還記得說我問我媽說什麼是核四 為什麼大家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我還以為那個核是核子的核 你說a box嗎 對對a box 哈哈 第四個box 對對對對對 真的 真的 我想說為什麼大家一直要討論這個核子 怎麼 因為那叫核電核子反應爐嘛 對 我就一直問我媽 那個核子 那個是冰箱裡面那個核子嗎 這樣子 Oh my god 然後我媽才好像她還 我記得她好像很認真地跟我講 就是這個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我母親大人實在是蠻偉大 她有在嘗試解釋 對對對對對 天啊 對那你們兩個什麼時候 第一次接受核電這個議題 嗯 我年紀可能比兩位大一點點 一點點啦 就是兩千年的時候 沒關係啦 哈哈 兩千年的時候 就是我應該是念國中吧 嗯 然後那個時候我好像 還在國文課的作業上面 寫了一個 一個短文 就是在講核四爭議 哦 因為那個時候電視上到處都在吵嘛 是 然後又逼近那個 的選舉 所以大家非常關心 到底民進黨有沒有辦法 第一次帶領台灣政黨輪替 嗯 對 然後 嗯 雖然 我爸媽是投宋楚瑜 但是他們 也會看政治新聞 對 所以當時年紀還小的我 哈哈 自然而然的 還是會接受到這些訊息 然後 當然也是覺得 呃 就是 草核四議題很煩 然後到底是在吵什麼 就搞不太清楚 那個後面 錯綜複雜關係是什麼 OK 所以你當時的想法是覺得大家都在吵好煩惱 對 但是 聽起來很像民眾黨支持者的感覺 真的耶 可能我當年也是一個關心社會的國中生吧 所以不曉得為什麼就把它寫進了國文課作業裡面 但很棒啊 你很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你還把他寫進作業裡面 那老師給什麼回應 我忘記了 但是我可能就是需要一個作業的題材 然後 很自然而然把它放進來了 哦 對 進行一些賭報 不錯 所以 呃 剛才洛伊講到這個書 就是我負責寫的部分 其實是前面的 呃 一二三部 然後 還有 兩千年 政黨輪替的 那一部分 是 其實我寫的東西也都是我 因為 因為這些事情發生的 時間 都在我出生前 或是我還很小的時候 嗯 所以我在寫這個書 也是必須要爬出很多資料去 呃 再去回溯很多我根本沒有經歷過 或是沒有第一手經驗的那些時代 OK 所以 非常的苦惱 然後 不曉得為什麼最後就寫的這麼厚 對 因為我先跟大家講 這本書幾頁啊 這個 五百 五百二十八頁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非常非常厚 五百二十七頁 這本 這本書就是 墊任何東西 那個東西都不會翹起來這樣子 真的 就是 大家也很適合墊 隔熱墊啊 或者是 不要了 不要當隔熱墊 偷渡 偷渡到你家餐桌上啊 哎 對 這不錯 因為它裡面其實蠻多的 那個照片啦 我覺得就是 會會會 會讓你自己意想看下去這樣子 好 可是我想先聊一個議題 就是因為順維寫的部分是比較前面的 那我剛剛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 比較理解核電這件事情 像是從2000年之後 可是其實2000年之前 台灣其實關於核電的議題 其實就已經吵了非常非常多了 可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2000年之前 台灣到底 跟核電發生了什麼事情 嗯 其實我們這個書 第一部從台灣核電的前世今生 開始寫 嗯 然後他 一舉把年代推到1945年 對沒錯就是 所以距離2000年 根本就還有很長一段半個世紀 1945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沒來台灣哦 對啊 對 那1945年就是 它是一個人類進入原子時代的開始 嗯 怎麼意思呢就是 呃 大家可能去年有看那個 奧本海默那個電影嘛 就會知道說1945年就是 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在8月的時候 在日本投下了兩顆原子彈 終結了二次世界大戰 是 所以核能這個科技 它其實一開始是從核武器的發展 也就是原子彈的發明以及應用開始的 那後來在戰爭結束之後啊 美國的這個艾森豪總統 他就提出了核能的和平用途 原子能 應該是說原子能的和平用途 當時候的用法是這樣 他就是也要打破這個 大家對於核武器很可怕 是一個殺人武器的這個印象 所以他把這個核能用在 發電跟能源 還有其他像醫學或是農業的用途上面 以及把這個科技推廣到全世界 那台灣其實在戰後 就是我們的國際地位就是 不斷地受到很多的挑戰跟變化嘛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後來就分成了中華民國 跟中國共產黨的中國 這兩個中國 沒錯沒錯 對 那台灣一直在這個 所謂美國的這個 自由資本主義的陣營下面 所以我們在原子能科技的引進 還有發展 其實受到美國很大的影響 那剛才講到就是戰後 美國開始發展原子能的和平用途 台灣也是大概在1955年的時候 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 開始所謂的核能發展體制 那這個體制包含什麼 它包含了教育機構 比方說清大就有這個原子科學的 嗯 相關的系所 核工 核工系 對核工系 就大家會認知到是核工系 嗯 然後原子能委員會 他就是要開始規劃這些 包括科技發展 還有教育人才培育的 種種的計劃 那軍方 比方說像中科院 中山科學院 他們也開始有 這個發展核武器的計劃 所以台灣其實就是 跟隨著美國腳步 開始進入了這個 核子發展的一個時代 嗯 大概是這樣 欸那 那怡婷你居然想講任何事情 你就隨時講 好 對 你想插話 你就插 剛剛就講說哇靠 這好累喔 剛剛王室偉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 研究學者 公眾歷史老師 嚇了我一大跳 然後再進行一些 前情提要 這個前情提要 其實真的非常的複雜 就是 就是 呃 台灣為什麼要發展核武器 也是受到了 美國嗎 美國以及中國共產黨 嗯 很多的影響 為什麼 蔣中正還有蔣經國 他們 呃 要在那個年代要發展核子武器 其實也是受到 中共他們在1964年就成功的 也自製研發出了原子彈 所以就怕了 對他們就怕了 那 那個年代就是想要反攻大陸嘛 對 所以蔣中正就會想說 那我們沒有原子彈怎麼反攻大陸 人家都有了 他也知道原來不能反攻大陸 對 我們也要有 嗯 所以他一直 包括他過世之後 蔣經國變成呃 台灣的總統 他也 一直不斷的 沒有放棄 要發展 台灣自製的原子彈 嗯 可是這整個計畫後來在1988年有一個戲劇性的轉變 嗯 就是當時候有一位那個核子科學家他在 中科院的核研所擔任副所長 是 是張憲義上校 欸 他當時候對於這整個核武的計畫有他自己的看法 以及他呃 他自政治理念會覺得呃 黨外運動起來之後 民進黨的人可能會想要運用核武器 做些壞事 對 所以他就 呃 放棄他在台灣的這個工作跟職位 他接受了美國的一些邀請 所以他就跑到 跑到美國 美國去了他放棄他原本的職位 那以蔣經國的看法他就是一個叛逃的上校 是 對 那因為這樣的事情 所以美國就是把台灣的這個核武發展計畫切斷 ok 所以其實原本台灣是有機會發展核武的 可以這樣講嗎 原本是有機會在美國的幫助底下 但是因為發生這件事情所以從此就中斷了 其實也不能說是美國幫助欸 因為美國對於台灣的整個 呃態度以及 呃到底是幫助還是阻擋 在整個台灣解嚴之前其實齊齊落落 ok 那這整個發展其實也跟 整個國際局勢有很大的 對就是 美國也一直在觀察中國共產黨 他們自己內部的統治跟外部的實力嗎 嗯 那其實關鍵點是在1973年 就是尼克 呃1972年 尼克森總統去訪問了 中國 中國 那 他象徵了一個冷戰時代 中國跟美國之間關係的友好的開始 友好的開始 那這個其實 這個舉動其實讓蔣中正非常的緊張 因為等於 呃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就是你現在跟我的敵人變成朋友 那你就是 你是我的敵人還是我的朋友 嗯 對 所以 呃 就是美國對於台灣發展核武 一開始可能是支持的 我說的一開始就是 可能1950年代 是 但是後來到1970年代 慢慢就改改為比較阻止的 甚至好幾次 美國曾經派人到台灣的中科院去把正在進行當中的一些實驗 或者是一些研發的成果 哪種 給中斷 對所以好幾次的這樣的阻止 就是希望說台灣不能夠發展成 擁有核武器的一個國家 嗯 因為這會變成 影響整個世界局勢 還有 還有遠東這個 這個地方 的政治局勢 是一個很不確定的變數 其實這個 相關歷史 對 這個除了 剛剛順威在這個 這個前面有提及之外 其實網路上有個影片 我覺得整理的還蠻清楚的 叫 他的那個YouTuber叫 壽司坦丁 嗯 對他其實有 就是在講核武的這個台灣歷史 我覺得講 他講的蠻戲劇化的 對 我覺得壽司坦丁那個影片 大家真的可以找來看 對對對 那裡面也有應用一個很好的研究材料 是那個 台大社會系的劉華貞老師 他剛好也是我們這本書的審定者 是 那劉老師他就是做了 很完整的關於台灣在冷戰時代 的 就是核工業發展的一個脈絡的梳理 那特別他也拉出了跟南韓的比較 嗯 那他最後是要論證說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我們看到南韓 跟台灣的反核運動 有一些力量上面的差異 哦 怎麼說要不要跟觀眾講一下說 這個力量 覺得差在哪裡 因為好比說對韓國 我先講以我的視角來講 我對韓國比較在乎他們的性別運動 因為他們在那邊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大男人 但是反核運動在南韓 我好像比較少聽過這樣子 嗯 其實台灣跟韓國在歷史上應該有 蠻多可以相比的點 比方說我們都曾經被 呃就是南韓對南韓跟台灣都曾經被 日本殖民嘛 對 然後在戰後有不同的發展 那如果是在核工業方面的發展的話 其實南韓他們是有自己的核工業 一套完整的體系在進行的 嗯 那這個體系從就是說核工核電廠的部分 他們是呃有一個完整的生產鏈 那甚至可以輸出 比方說他們近年就去很多阿拉伯國家 蓋核電廠 它是可以作為一個產品輸出的 OK 可是台灣其實在呃以劉老師的研究 他就指出說台灣有一段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剛講到蔣中正在1970年代 過度的偏重於核武器的發展 難至於核電廠這一塊 其實他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體系 也沒有辦法做到像南韓那樣可以輸出產品 所以後來變成核武器這一塊不能發展之後 我們的核電廠其實在體制上面也相對比較弱 嗯跟南韓比一下也比較弱 嗯所以當這個比較弱的核能體制跟呃 台灣的社會運動碰撞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那個力量不一定可以那麼強 懂懂了解 那南韓的話因為他們核工業體制本來就很強了 很強嗯 所以雖然有地方的反核運動 但是可能那個可以上升的層級跟力道就比較少 OK 因為就是簡單來說就是南韓很強啦 大家要抗議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台灣這方面比較弱 如果要抗議可能更具有正當性 可以這樣來理解嗎 嗯對就是以劉老師的講法就是 台灣的核工業在人力的技術上面其實都不足 OK 所以他簡單來說是比較軟弱 好 那我們就接到一個議題就是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就是台灣有核武這件事情 核這件事情 可是就提到就接下來我想要了解就是 那台灣為什麼會有核電的出聲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件事情的 又從什麼時候開始 欸有反核的聲音出現 到底一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嗯 其實我覺得因為剛剛講的一些事件 其實我覺得在今天也可以 找到差不多的蛛絲馬跡 怎麼說來 因為畢竟 我覺得這些年台灣當然在外交上面有蠻多斬獲的 是 然後所以我覺得美中台或者甚至整個東亞 就是台灣作為這個 美國靠近中國的這個帝國邊緣的最前線來講 他其實確實有很多地位上會因為不同時代 然後或者是這個角力過程 美中角力過程他有很多改變更多現象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那個時候 你剛剛講到的是1954年的時候 然後開始成立的那個要處理核能的這個委員會 其實1953年的時候也開始美圓 其實我覺得那個狀態大概就會是 美國覺得他可能需要在這個 東亞最前線帝國邊緣的這個地方 他應該要開始投注一些他自己 可以延伸觸角的地方 但一旦他的關係改變之後 其實這個最前線的這個地方 可能不只是台灣 一整條這個邊緣線的所有國家 他其實其實其實 第一島鏈 對 有非常多的改變 然後這些年其實我覺得 因為韓國跟日本他們其實都有自己的核工業 然後也因為他們自己的核工業發展的蠻完整的 然後以前當然是因為有一些美國的協助啊 或者是美國技術上面的互相交流 但他們後來自己長成之後 他其實也把它當成是一個很商業互動的一個工具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政治層次 但他其實在市場上或者是在經濟上 他其實也有一個他流動的一個方向 所以直到今天其實像韓國或日本 都很想要對台灣輸出就是小型核電廠的這種 因為他們想賣 對 他們想賣 對 然後這個事情也不是只有今天發生而已 因為在福島核在前後 其實日本也很想要向東南亞地區 輸出核電 對 輸出他們的核電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就是過去發生那個事情 在今天他有蠻多對照 然後跟還蠻持續在發生的 了解 OK 好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的問題說 那對 台灣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討論核這件事情 起源啊 起源啊 對 起源 剛剛是核的起源 我們現在講核電的起源 我們剛才講到那個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嘛 那和平用途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就是發電 嗯 那核電它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運轉的很久 然後可以排碳量可以比較少 嗯 那當時候我們是在1971年的時候開始興建這個核移廠 那一直到1985年就是三座核電廠總共六部機組都完成興建 那這個就是台灣的目前的三座核電廠以及六部機組 興建的年代就是在1971年到1985年之間 哦 所以其實比大家想像中可能更早之前 對 那一直爭議不斷的核市場是在大概在1980年代左右 1980年初期的時候提出這個興建計畫 但是那個時候剛好也遇到了 就是台灣的民主化要慢慢開始起步的一個年代 還有包括各地的一些反公開的運動啊 一些其他的社會運動開始的時候 所以核市場它出現的時間 就非常奇妙的也跟台灣的民主化歷程重疊在一起 所以才有我們之後看到的社會運動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前三個核電就是因為台灣當時社會運動還並沒有興起 所以也沒有辦法怎麼樣 但是核市蓋的時候剛剛好是應該講1980年嘛 所以1980年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發生美麗島事件 所以台灣人已經開始慢慢開始覺醒開始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的出現開始反對的聲音也剛好從那時候出現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巨大的社會爭議 對 其實我們解嚴是在1987年嘛 所以剛好核一到核三場興建的時候都還是在解嚴時 那核市它剛好是在中間就是解嚴前的時候 那剛才講到美麗島事件是一個 其實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是1979年 嗯 1979年這一年世界上還發生了一些其他的大事 比方說當年也發生了美國的三里島事件 是 1979年美國這個三里島的核災呢 其實也讓整個歐美開始去反省 就是核電的安全到底有沒有問題 嗯 那當然美國是就是首當其衝 所以美國內部就有很多反核運動 在那段時間前後非常的興盛 那台灣當時候也有很多知識分子 他們在美國留學 比方說我們書裡面講到的林俊毅老師 還有張國榮老師 他們其實都是在那個時候 剛好人在美國或在歐洲 留學或是講學 他們看到了歐美的反核運動 還有對於社會上 那些社會對於核電廠的安全上 跟必要性的討論 所以他們把這些職業 比方說寫文章 或者是用各種的公開的場合 去發表這些言論 等於說他們是第一個開始帶起 台灣的反核討論的 就是從這些老師開始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有很多老師討論 然後所以他們帶起這個討論 所以很多民眾開始知道說 欸這個東西叫核電 幹它好像有點危險欸 從那個時候開始會有很多反對聲音 是這樣意思嗎 欸其實更之前比方說 我們講核一核二核三啊 也不能說那些民眾都不知道 或是都沒有懷疑 而是他們並沒有 第一個他們並沒有關於 核電廠到底是什麼的正確資訊 可是他們可能會遭受到一些不公平 就是在於他們的土地被征收 拿去蓋核電廠 那可能是他們最切身可以感受到的痛苦 是在於土地被征收 或者是他不能住在他圓門的地方 像我們書中有一開始也有講到一些 核一二三廠附近的這些社區 一開始在蓋核電廠的時候 當地民眾是有遭受到破千啊 或者是土地征收不公平這樣子的對待 嗯 對那他們他們當時其實感受到 就是這種流離失所 或者是我的土地被拿 被國家拿走的這種痛苦 但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說核電廠到底是什麼 對對對這就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就是那時候他們的反對聲音可能就是知道 就是我被破千了 但後面大家反對聲音是 不僅是除了被破千之外 這個議題本身帶來的一些風險 更是大家可能更在意的事情 嗯我們剛才講到了像張國王老師他們就是 等於說那時候知識分子開始下鄉去演講啊 他們會跟當地民眾說 欸核電廠是什麼 然後三立島 嗯 然後輻射是什麼 他如果發生了意外 對於人體的影響會是什麼 嗯 也是在這樣過程當中慢慢有一些 比較 呃對核電保持質疑的這樣的態度跟知識 在這些地方開始傳播 是 嗯 一定有什麼要補充嗎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段時間累積欸 因為其實從1974年要開始十大建設之後 其實我覺得那段時間很像台灣 它有非常多大型建設 對 就是有什麼高速公路啊 然後 然後接下來到1980年代就大概 大概就已經有科學園區 然後比較大的工業區 張斌 然後接下來就還會有一些外資 什麼杜邦啊 或者是接下來什麼化工產業 六清等等之類 其實我覺得 一剛開始大家可能只是想說 喔現在有一些巨大建設要發生 然後可能一剛開始也是覺得 喔好像台灣要開始經濟 起飛 對沒錯 但是後來它其實造成蠻多反錯 就是這幾個 呃應該說大型建設 它都有一個很共同的點 就是它其實是很高污染 然後高排放跟高耗能 然後它也很高勞動密集 然後我覺得這些事情其實 一直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 它其實就是造成了一個 蠻巨大的反錯 然後我覺得再加上像剛剛順位講的 就是一些國外的學者回到台灣之後 給予這一些 它其實實際上 這個園區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國家 這樣發展它會有什麼樣的代價 的這些資訊跟知識回來的時候 它其實才造成了一個民意的累積 不然原本可能只是想說 喔我家的土地被搶了 對 然後可能想說 蛤可是大家都說這樣可以經濟起飛 我可能還可以分到多少錢 但其實沒有 就是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是是是 那我想要切入一點是說 那剛剛談到這些脈絡 那核電這個議題 其實是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它被上升到一個高度的政治議題 然後使得政治總統大選辯論的議題 其實我很想講的是 是1985年的那個 就是核四第一次被 核四第一次在立法院裡面 擋下來的那個過程 其實蠻有趣的喔 而且那個時候是 國民黨也是多數喔 1985年 國民黨在立法院裡面還是佔多數 但是他們進行一個投票 就是先暫緩 核四預算的執行 那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也是後來 大家都在討論說為什麼 也不是大家都在討論 應該沒有人知道 可是 如果我們再回去看 當時候的立法院公報 跟相關的資料 就會發現說 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 提出了一個聯合質詢 嗯 50多位國民黨籍的立委 然後對於建核四的必要性 提出了一個質詢 那 呃 因為這樣所以 呃 行政院跟經濟部 就暫緩了 那個蓋核四這件事情 那是1985年 那是1985年 然後1986年發生了 車弄比核災 就更不能嘛對不對 對 整個社會或是全世界 對於核電廠的質疑有更多了 所以整個就停下來 嗯 然後一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 呃 然後後來又發生了 蔣經國過世 李登輝變成總統 總統 然後好伯春變成行政院長 對 這個時候開始又 核四卷土重來 嗯 然後剛好又遇上了 整個台灣的社會力大爆發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才 呃 等於說 到1988年之後 才正式有我們所謂的 反核運動的出現 哦所以反核運動 然後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上街頭 對 然後用各種的公共管道 去發表你的意見 是 大概是在解嚴之後 會發生的 但是我要 剛才特別想要講的這段 就是說其實在1987年解嚴之前 就是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 已經慢慢開始鬆動了 嗯 而且為什麼 呃 50多位國民黨籍的立委 要在會在1985年那個時間點 在立法院把核四擋下來 其實是眾說紛紜了 那我們書裡面 有特別提到的這一段歷史 就是呃 有一個說法是說 可能跟美國的影響 是蠻有關係的 就是當時候有發生的幾個重大案件 讓蔣經國跟美國關係非常的緊張 哎呦 江南案嗎 對比方說江南案 就這件事情讓美國很不爽嘛 那這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叫做呃 江南的一個作家 他寫了書批評蔣經國 叫蔣經國傳 對但是蔣經國似乎派了人 呃去美國把這個江南給暗殺了 陳其里跟吳敦嘛 嗯 那這個事情等於是說 你在美國本土殺害了一個美國公民 就江南他本身是一個美國公民 對 所以這件事情讓美國對國民黨相當的憤怒 造成了台美關係非常的緊張 嗯 那這個事情可能就是會影響到 核四案的這個進展 這個進展 嗯 對那當然是眾說紛云啊 因為當時候還在戒嚴時代 其實我們能夠一般民間可能 對於這些事情 可以得到的資訊跟說法 都不是那麼的確定 這只能算是一個推測 但是也可以從這樣的案例知道說 核四它 背後其實真的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發電 或是能源問題而已 它後面有多重複雜的國際關係 還有軍事機密的存在 對 我們看起來只是理解就是說 它只是增加台灣發電量 可能5% 6%的一個核電廠 其實它跟國際關係 其實是非常非常息息相關的 所以 從1988年之後 台灣開始進行反核之後 後來又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我們舉例來講 好像當時 你所提及到的 就核電計畫可能會 有重新來的可能性 可是在1988年的時候 在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又有提到說 核四預計是在共僚 但是共僚人 好像 有消息傳說他們全部都支持 那就是一個怎麼樣的事件 嗯 嗯 我們剛講到1988年是 共僚他們開始成立 地方反核自救會 嗯 那他們成立地方反核自救會的一個 導火線 也是因為台電就很粗暴的說 喔共僚人都支持啦 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我發現一個社會運動啊 其實都要有這種大魔王 大家才會真的 站出來反對 就好比說你看 好比說 我台獨的思想 什麼時候才覺醒的 馬英九 喔真的 就是要因為馬英九的執政 我就發現 喔幹 幹原來有這麼爛的總統啊 有個秩序繽紛的 非常色彩繽紛的社會運動 對才會這樣 馬英九時代 所以你看台電這樣粗暴 就台電如果沒那麼粗暴 可能大家可能還沒有辦法意識到 可是他這麼粗暴一講 大家就覺得幹哪有 然後就站出來了嘛 共僚人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嗯 當時候其實是 台電去共僚辦了一個 就是所謂叫用電宣導會 嗯 然後就是摸彩啊 呃 就是看起來很無害的活動 是 然後送大家一些小家電啊 但是隔天 很像一些 李明中秋晚會 對啊對啊 直到今天還怎麼樣 然後隔天那個 那個 台電就在媒體上面說 共僚人都支持 因為他們都有來參加我們的 用電說明宣導會 然後這件事情就讓大家去 就是共僚人非常的不爽 對啊 如果是共僚人我就說 幹我回去是因為可以抽冰箱 我才可以去好不好 真的我會把那個冰箱毀了 對共僚人他們就 他們就搞了一個 就是很激烈的一個宣誓大會 他們把那個 台電送他們的那個月曆有沒有 嗯 就全部的集中到 一個一個地方 然後把放一把火把它燒掉 哎呦 對就是很猛 哈哈哈哈 在一個還比較沒有廢棄物處置 太嚴重問題的 的年代 哈哈 現在這樣好 現在這樣可能會有別的法律的議題 對 廢棄物心理法可能要處理這樣子 對 對很凶 當然 供僚這個地方也非常的特別 我們書裡面有講到說 他們在開始反核之前 其實慢慢就 有從一些小的事件 是你會對 那邊人會對於政府有一些不滿 嗯 比方說以前政府就是強制徵收他們 那邊移民的九孔池 或者是有一些不當的地方建設 所以那個不滿是慢慢慢慢累積的 但剛好又碰到像核電廠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那個累積就是一下爆發出來 嗯嗯嗯 對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看很多 呃 這些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 其實會發現說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原本的脈絡跟歷史 是 當時台灣還沒有公投法 嗯 但他們自己辦了一個地方的公投 然後有96%的民意 反對 他們那邊蓋核四 所以這個大 雖然大家會笑說 現在公投是大型的民意測驗 但實際上根本不是 現在公投法是有效力的 當時那可能就真的是大型的民意測驗 就是他們就是告訴大家說 欸我們雖然沒有公投法 可是我們在這邊辦公投 告訴大家說我們是反對的 可是這樣聲音出來之後 核四後來為什麼還是在那邊蓋 蓋下去了 對1994年的5月 剛好就是30年前 欸 共聊人他們為了要 呃 說明他們自己 他們呃 地方上面很強烈的反核民意 所以他們就辦了一個 自發性的地方公投 但是呢 當年在 立法院裡面編列核四預算 其實 國民黨他們也是 做了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 哎呦 比方說他們把 那個核四預算啊 一次就是編列8年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把核四預算 呃 冠上一個特別預算的這樣子的名目 嗯 就是要一次編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知道說 反核運動開始起來了 那如果民眾都來吵 每一次省預算都來吵 那是不是我每年 要編列預算的時候都要吵一次這樣很煩 所以 當時候的有個經濟部次長 他叫楊世堅 他就提議乾脆就是 特別預算的方式一次編組 避免我年年都要跟反對方對峙 所以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方式 嗯 那當然 這個特別預算是有在預算法裡面有 有規定 規定哪一種情形是 要可以被編列成特別預算 那反正國民黨他們占多數嘛 所以他認為核四預算是特別預算 就 就他說了算 嗯 那 對啊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 所以 就讓核四預算 八年就一次編組 在1994年通過 欸這個 這個議題蠻有趣 我沒有思考過這個議題 就是我當然知道預算法裡面 其實也有特別預算 但是可以一次編列 八年 這個事情 不知道 我乍聽之下 感覺是有違憲的可能性 嗯 對 嗯 對 所以其實在這些不 這些不同的 呃 關卡跟節點上面 嗯 就我 我們後來再 回顧這個歷史 就會發現說 其實當 當時候有沒有可能翻轉 還是有可能 嗯 嗯 那在野黨他們有沒有盡力 去阻擋這個預算 或是 當 呃 投票結果還是多數要 壓倒少數之後 有沒有其他的機會 去翻轉這個 這個決定 嗯 那 我們後來在1994年之後 看到了 林毅雄先生 他開始做全島的 這個公投的苦行 嗯 其實也是 一種要 回應這樣子的結果 的一個方式 因為 預算部分已經 沒有回頭路了嘛 就是被通過了 那還有什麼方式可以 去把這個 反核的民意帶起來 然後進一步去 扭轉這個政策 所以他想到就是 全民公投 嗯 就是大家來投票決定 是 那他為了 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公投的重要性 所以他開始就是 做環島的這個苦行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激起大家 對這個事情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 那時候都很喜歡 主張要公投 可是他們一定沒想到 公投會輸欸 對對對阿 就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 民進黨超級喜歡 講公投公投 但是我都 我都覺得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 就是公投 就是可能很大的機會是會輸 這樣子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 怡婷怎麼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 但這好像在批評民進黨 但我覺得他確實有一個 他的 這樣講真的是 這段發言極有問題 但我覺得民進黨 他真的有他的一個那個 學習曲線 學習履程 對 這以下真的是就是 非常不當言論 他一剛開始可能 我想說他就是一個 從民意起家 然後他在學習選舉 這件事情 就是如何與選舉 這一個制度跟方法來 玩他 後來他完會了一點 然後開始第一次執政之後 其實我我才在覺得他在學習 怎麼樣做治國這件事 對對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也會發現還蠻多 他們可能跟行政體系 或者說政策還除的不是太來的 一些時候 所以我覺得確實 就是這個運動裡面 有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他大概也在 看待一個從在野 就本來從民意起家 然後後來到在野 然後後來開始真的有執政 機會的一個政黨 他怎麼樣 有不同的學習的歷程 是我完全同意你 我就不會發現非常的妥當啊 好可怕喔 我覺得講得很好啊 不要打我 哈哈哈哈 我也成績 有聲翰嗎 哦 北緣 北緣不會吧 我鞠躬盡瘁啊北緣 如果觀眾想要看我跟 洪生翰互動的話 可以去聽他 那個之前的節目叫 親 請對對著你的麥克風 對 幹這個名字其實 蠻難記的 你知道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想這個名字 就沒有人想得到幹嘛 但是因為每次錄音前 非凡就會說 好好請對著你的麥克風 因為不然我們就會這樣 這樣講話 離麥越來越遠 然後就是 哦對對對 然後剪輯師就會 可不可以 對著麥克風 這樣很難剪 然後我們就 不然就用這個當名字好了 哦原來如此 原來這個名字是非凡曲的 對 原來非凡的關係的靈感 哦原來如此 然後跟一些錄音師 剪輯師的一些不滿 哈哈 好 那我們接回到剛剛所講的就是 林毅雄 就是環島公投這件事情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哦 那一年真的是非常精彩 就是 嗯我們剛剛講到 預算這個部分 就是反正多數碾壓嘛 嗯 那旁邊的那個社運團 你就要盡量 想方設法要搞啊 所以 還有另外兩件事情很值得提 就是一個是罷免立威 一個是 台北縣的核四公投 哦 罷免立威這真的就精彩了 對 好聽 嗯好聽 韓國瑜有關係 對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要用盡其招 去 呃翻轉這個預算 帶來的結果嘛 是 所以罷免立威是什麼 就是 1994年就是社運團體 弄了一個 呃 把民進黨 國民黨籍的台北縣立威 要罷免他們 為什麼是台北縣 因為 核四場 對核四場就是在台北縣嘛 對 所以我先搞這些地方立威 那四位台北縣立威 就是林志佳 洪秀柱 然後詹宇仁 還有一位叫韓國瑜 韓國瑜 對 他現在是我們的立法院長 而且跟大家補充一下 那個林志佳後來叫台聯 他是上一屆立法委員的 立法院的那個秘書長 嗯 所以比較算是遊覽轉率的 我們剛講到罷免立威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台北縣的公投 嗯 就是剛才講到有 共僚的地方公投嘛 那把那個範圍擴大 就是台北縣的地方公投 其實 把這兩件事情同時推出 是一個策略性的結果 為什麼 因為當時候的選霸法 就是 呃 他依法不能進行宣傳活動 所以是要藉由 同時舉辦台北縣的公投 啊 那社運團裡才能藉由 推動公投去宣傳 呃 關於核四的種種的呃 策略還有 還有論述 是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當時候的社運團體 為了要 呃 去反制那個國民黨的這個 永和的這個力量 所以推出了兩個策略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反核運動在 呃 每一個時期都 曾經是台灣政治史上的第一 比方說第一個 地方自辦的公投 然後第一次罷免立威 沒錯 嗯 第一次有運用這些 法律所賦予人民的一些 權利 去對一個重大的國家議題 進行一個反制 嗯 這其實都是反核運動裡面 很精彩的部分 欸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 等一下拍攝就可以用的 真的 我覺得講得滿很棒欸 對就是 你把他先吃下來 對就是講得很棒 講得很棒 我也講得很棒啊 對啊就是對我 就是一直 你這樣可以講得再激昂一點 對就是 就這些第一 這些第一其實都是從反核出來的 確實 這邊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那時候罷免其實很精彩是 原本罷免方是希望說 把罷免日期跟年底的審長併在一起 喔 然後國民黨發現幹完蛋了 這樣這些人會死喔 所以趕快在立法院修法說 欸罷免不能跟其他的選舉並行 然後不能宣傳 然後門檻提高 然後再保障這些 這永和派立法委員不要被罷免 對是這樣的過程 這個這段其實非常非常精彩 對我記得我有寫過一篇文章在講這個 講這個過程這樣子 對 哇這跟今天差不多欸 到底要脫鉤還不要脫鉤 要不要跟地方大選脫鉤也不脫鉤 對 對但當時國民黨立法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韓國瑜跟這個洪秀柱 不可以被罷免 對所以趕快去立這些法這樣子 就是這個是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過程這樣 真的蠻酷的欸 他真的是一些法律戰欸 他是法律戰啊 對啊 但你要提高門檻啊 你要脫鉤啊 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宣傳罷免 這個太誇張了 這絕對違憲 對啊 這完全是言論自由的侵害這樣子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反核運動其實激起很多 台灣法律事件的第一嘛 不管是罷免啊 或地方公投 所以就產生這件事情 欸那你在寫這本書 你最喜歡哪一段 我是真的有點好奇 因為畢竟你寫的怕比較多 哈哈 我自己嗎 對啊 我自己其實最喜歡那個第三部 就是回首地方的那一段 嗯 喔 Why 電力與權力的交纏 對這個 這個小標我覺得很讚 嗯 然後有一個非常可以講的是 楊貴英的三十八案 在三之二一百六十九頁 一百六十九頁 三之二 欸標題叫別在我家門外做怪 別想在我家門外做怪 嗯 對 那這個當然也扣連到前面就是 核四預算已經在立法院談妥了 嗯 那預算談妥就代表說工程要開始進行 可是對於共僚的居民來講 就是那個是我家旁邊欸 你要在我家旁邊蓋東西 嗯 這個當然他們不願意 嗯 那嗯 他們不願意就會 呃就剛好那邊有一個居民叫做楊貴英 那貴英姐呢 他是住在福隆火車站一出來 的一間永巨店 叫做福隆三號 嗯 現在還在開 嗯 點頭路的好算是有去過嗎 有我們有去 好棒 你有看過 ok ok 嗯 那這個楊貴英姐他 在1997年的時候他就是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那個時候剛好他家旁邊 有那個圖就是道路拓寬的一個計畫 所以他去查閱文件的時候呢 他就同時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發現台電他那個時候要在福隆海域 蓋做核四廠工程的一些準備跟計畫嘛 嗯 那核電廠有一個很重要的設置就是他的進出水口 嗯 因為反應爐需要大量的這個冷卻水 嗯 那冷卻水也要排進海域 所以他要做進水口跟出水口 那這兩個地方呢都會使用到海域 所以 嗯 他就發現說 欸台電要做這些工程 但是他們好像有一些文件很奇怪 就他發現台電做核四是邊走邊打 他根本還沒有取得那些用地許可 但是他已經看到他們的機具開進海域了 嗯 所以這很明顯的就是 有有什麼有什麼搞鬼啦 對 所以他就是找了審議員陳情啊 也去告訴台北的環保團體啊 是是是 然後大家就一起來收集證據 然後他們就告到了當時候的那個省政府去 就是他們還跑到南投那邊去抗議 對 省政府在南投 嗯 嗯 那這個因為他們的這個暗號叫做排在第38 所以 共聊人他們就俗稱這個案子叫38案 嗯 這個事情其實在整個反核過程當中 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差距 可是他對於地方民眾的意義非常重大 嗯 因為意思就是說他們 好好的去監督我家旁邊的土地到底怎麼樣被台電使用 嗯 然後我去調位文件 我去蒐集證據 然後用一個正常的管道跟程序去告到政府 揭發台電他們在工程上面的 呃不當以及程序不完備 那因為這樣子的去搞他的程序正義 所以他們成功的拖延了台電的工程時間 那拖延他的工程時間 對於反核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怎麼說 就是他要花更多錢啊 然後他必須跟他的上級報備啊 他必須受到公眾的監督啊 所以這些的功勞其實就是地方民眾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 還有能力去監督一個工程的進行 就是他們千方百計的希望和四 雖然預算通過了 但是 我要想方設法去讓你的工程進度變慢 嗯嗯嗯 這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方式 ok 了解這個這個這個插曲是蠻有趣的 就是拖累他們進度這件事情 對就是 而且這些這些事情必須是要地方居民 才有辦法做到 因為如果不是一般居民 你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嗯嗯 就是你一定是住在旁邊的居民 對你才會看得到 一個他對土地有感情 嗯 第二個他就住在旁邊 所以這個日夜守候的這個能力 其實是非常重要 嗯嗯 了解 那我就是剛才伊婷也談到就是 我自己在寫這個書的過程當中 我自己對哪個部分最有感覺 對其實就是在於這種 他們地方民眾對於自己的家鄉 還有土地的這種感情 那這種感情有 有的時候可能對於 呃外面的人來講是很不理性的 嗯嗯對 或者是說 嗯很多很多時候他們受到質疑是 就是那整個國家要發展啊 要用電啊 那你們不能犧牲以下嗎 可是對他們而言 這個家鄉這件事情 就是每天生活的地方 而且那個土地就是有他們的歷史與情感 你要他們驟然的就因為 國家發展的關係放棄 其實在對他們而言 也是一個很重大的拉扯 對跟情感上面的角力 對對 所以其實對他們而言 他們常常是要去面對說 你為什麼不能犧牲小我來完成我們國家的大我 對 這個說法一直是 在 呃幾十年來的反核論述跟討論裡面 是不斷要去衝突的一個點 欸我分享一個 因為我之前 在跆拳會當實習生的時候 其實就是那個桃友航空城 那邊的Jimmy講的一模一樣的話 嗯他說 呃我當然知道就是 可能我們之後換了房子 可能會比較好等等之類的 但他覺得就是 我就是喜歡我現在生活的環境 身旁的鄰居 他說我每天早上 六七點出門的時候 我家的那個門打開 地上會有蘿蔔啊 會有什麼瓜 就是鄰居送的 他說這個東西是 如果以後在高樓大廈 他不可能存在的 他就是喜歡這個東西 真的 所以他就是對那個土地的感情的塑造 就來自這東西 所以你談經濟發展 你談補償 對他來講其實是不吸引人的 嗯 就我就在那個上當我發現可以理解說 哦有人真的是對土地的感情 的具體的 那個感情的樣貌 就是長這個樣子 叫做 在這塊土地上跟其他人互動 所塑造出的生活的樣態 這真的是我們一般人 可能在外面是難以理解的 嗯 我繼續講剛才那個 龜英姐跟富隆沙灘 就是 嗯 核四的這個海域工程啊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的進出水口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叫做重箭碼頭 嗯 重就是重型的機箭 箭是那個物箭的箭 嗯 意思是說核電廠裡面很多 呃很多部分 或是一些機組 他是必須從海運 才上岸的 因為太大了 所以不能用陸運 他必須要特別為這個核四廠 蓋一個碼頭 來進行這些工程身上的進行 所以 呃 福隆的海域其實就 因為核四工程要蓋 所以就 呃受到很大的改變 那像這個龜英姐她住在沙灘旁邊 她就看到那個沙灘每一年都在流失 就那個沙子變很少 以前她說那個沙子大概 呃從 從沙灘的這一端 跑到海的那一端 要跑很久很久 但是現在 一出沙灘幾乎就可以碰到海水了 所以那個觀察對她而言是非常切身 而且她會感到痛苦的 所以 對我而言 就是我看到了龜英姐 她的反核理由可能不是說 嗯 可能像核電很危險 或者是 核電不符我們的需求 都是 都是 都是原因之一 但是 核電廠破壞她的家鄉 以及這片海灘 可能才是她最在意的因素 了解 到2000年的時候啊 台灣社會怎麼看來核電立場 有沒有從共僚那邊開始聊起這樣子 因為聽說當初共僚 非常挺沉水變嘛 對 嗯 其實我覺得 因為2000年剛好是一個 所有事情累積的 集中點 嗯 因為從 像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1980年代開始 它其實真的是一個社會運動 非常非常奔騰的年代 因為有非常非常多大型的建設 然後造成很多地方上的污染啊 耗能啊 或者是一些勞工權益受損問題 所以其實 1980年代除了 有建科學運區 或者是張濱公園區 然後反杜邦 反六青這幾個大運動 其實1988年的時候 也是第一次逃課做全台性的大罷工 嗯 然後這對公運史上來講 其實也是蠻大的事 然後90年代之後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建設 然後有一些產業在台灣下不去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發展下去 所以90年代有非常非常多官場 所以那時候其實各地應該都在 罷工啊 然後 反對官場啊 然後應該就是協助這些勞工權益啊 等等的事情 然後一直 呃 累積到1987年 接爺 然後呢 大家已經漸漸可以開始為自己的聲音 走上街頭等等之類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2000年它真的是一個 時間點 因為第一次大家覺得搞不好 在野黨會選上 搞不好我們真的有機會換下國民黨 是 然後這個時候的核四 其實因為它已經吵了很多年 然後它也爭議非常非常大 然後地方上的動能也非常非常強 所以其實2000年的時候我覺得 共僚真的被推到一個超級前線 就它真的其實可以算是一個很指標的 嗯 造勢運動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共僚應該有非常非常大的造勢 然後整個共僚居民挺成水扁挺到一個不行 然後為了他們幾乎全村都出來 然後幫他造勢等等之類的 嗯嗯 對然後後來選上之後 大家可能想說 哦我們終於換下了一次國民黨 獲救了 對然後以為 哇國民黨倒了 台灣會好了 好了 殊不知欸好像是沒有 哈哈 對 就這個中間他還是經歷了 就是民進黨開始要學習治國 然後開始要學習思考 下一個台灣的這個下一個十年要長什麼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中間過程 確實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的如預期 然後這當然不是幫民進黨講話 但我覺得他確實是有一個學習過程 跟他開始要知道 哦我不是就只是當時在地方上喊喊反對反對就夠了 他需要真的去面對一些實務上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的民進黨其實我覺得他可能不一定有那麼 足夠的經驗跟能力 就是可以跟一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做互動 所以其實我覺得後來對地方上造成蠻大的傷害 因為大家會覺得 那當時我這麼挺你 他怎麼現在好像 何事也沒有真的挺啊 這個預算也不一定有真的就是停下來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嗯又換了馬英九指針 然後又開始了另外一個 怎麼又噩夢捲土重來的一個過程 嗯對 所以我其實覺得 就是對於地方上就是任何一個議題 就不只是共僚和四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像中科四期也吵非常多年 我覺得對於彰化那邊 雲林嘉義一代的居民來講 其實我覺得 他們對民進黨或者是對於執政黨的心情都會很複雜 我相信是欸 我補充一點好了 因為對共僚人來講 我相信他們視野一定是這樣 就是陳水扁明就反核 結果上台之後 結果沒有多久 又開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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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和四 當然因為這中間過程有些政治角力 跟大法官解釋四字五二零 所造成的結果就是 從這領預算最後還是通過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講 他們可能很難去理解 嗯 這中間的這個複雜的過程 他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民進黨陳水扁上台 就說要反對和四好棒喔 可是過了幾年後 重新又開始 你騙我們 對復健這個和四 一定是受傷非常非常大的 對啊 沒錯 然後所以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開始 反核走向一個低潮 嗯 就因為地方上沒有動能的 然後其他的環保團體 其實也會覺得 嗯 我們這樣子撐著地方上 要跟著我們一起 再繼續打反核 是不是就是 很勉強別人 然後大家在一直互逼的這種狀態 嗯 對然後後來大概就是會有一些 其他事件的加入 對 對 那我們就要問順維 那後來有發生什麼其他事件 影響到整個反核的運動嗎 因為剛剛 剛剛一婷就講到就是說 後來到2000年的 尾端的時候 很低潮嘛 整個反核的運動 嗯 大家想要2008年其實 呃 反核運動已經開始20年了 嗯 如果依照我們一開始講的 1988 1988年 有反核 你可以想像一個地方的社區 為了這件事情 拼命了20年 那說不累真的會騙人的 對 而且像 共僚就跟台灣很多偏向一樣 老齡化 然後人口外移 嗯 所以其實還會留在當地的都是老人家 嗯 那不可能叫大家一直上街頭 一直去反對這件事情 嗯 所以在2008年就是像剛才一婷講到的 嗯 他們都覺得 哇被民進黨嚴重的背叛 嗯 然後大家都覺得 啊在講反核 其實我要更小 對 很丟臉 那外面的人也會覺得說 你們反對的那麼激烈 啊還不是一樣沒有效果 啊核四還不是照樣蓋 那 所以其實當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 共僚人是不願意談這件事情的 可是中間我們還是會看到有很多小小動能 一直不斷在延續 就像我們剛才講 過雲姐的三十八案是一樣的 嗯 那這個當中比方說 呃 綠萌的秘書長崔素欣 他拍了紀錄片 嗯 拍了共僚你好嗎 嗯 那他回顧了1991年的1003事件 嗯 讓大家知道說 欸反核的運動過程當中 其實有些人受傷很重 那這個受傷很重 背後是希望核電廠不要蓋 嗯 就是藉由這樣子的紀錄片的方式 再去不斷的延續 整個社會對於核電議題的討論 那另外也有像 呃有些朋友他就開始關注 共僚這個地方的特殊性跟 呃到底有什麼樣的豐富性 為什麼大家要守護鄉土 那共僚他真的不是一個 台北市或是這個呃城市的邊陲跟附用而已 他有他在地獨特的文化跟內涵 好那這些發展的元素 會不會就是長期因為被大家忽略 所以我們的國家政策才會認為說 一個核電廠就蓋在你們家旁邊 沒有問題 嗯嗯嗯 對那這樣是不是很粗暴 是 所以有一些朋友去辦活動辦音樂祭 把一些台北的文化元素帶到 像共僚這樣的地方 所以都是共僚音樂祭嗎我記得 對是呃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個諾努克音樂祭 嗯那他背後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要跟共僚的海洋音樂祭做一個對話 嗯因為海洋音樂祭是呃台北縣政府 非常得以呃自以為好的一個政策 嗯就是每年幫共僚帶進大量的觀光客 還有觀光收入 但是同時在同一片海域 後面就是蓋河市場 嗯那其實很多去音樂祭玩的年輕朋友 不一定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像2009年2010年做了諾努克音樂祭 就是希望說用同樣用音樂祭的方式 但是談很多核電議題 談很多環境的議題 讓來參加活動的人都知道說 欸我們聽音樂的同時其實後面是一個核電廠 嗯那這樣子的發展的模式跟策略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大家一起來想一想 對就是用這些活動再去讓那個討論式保溫 不會不會因為政治帶來的低潮而減弱 但是在這件事情在馬英九上台之後 有什麼樣子的改變 嗯其實這件事情就是在馬英九上台之後 OK哦慢慢的發生 比方說它是2008年 嗯就是開始它的第一個任期嘛 嗯那核四的工程其實在那幾年 也有一些進展跟轉變 比方說 嗯 核電廠開始做了比較測試階段 那測試階段其實有發生了一些 讓人很擔心的事件 比方說那個電廠有發生全黑事件 嗯 全黑事件就是指電廠裡面的電力中斷 那這個對於核電廠來的維護跟運作來講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還好那個時候 其實核燃料棒還沒有放下去 真正開始運轉 它只是一個測試階段 但是就讓大家非常的擔心 所以那幾年其實 呃大家對於核電廠擔心 是在於說核四廠它蓋了 但是好像很不安全 嗯對 就讓大家非常擔心 沒錯 那本來其實在2010年到2011年這段時間 就是當時的行政運轉吳敦毅 他就在媒體上說 他希望那個核四廠可以在 民建國百年 民國100年的時候順利的運轉 成為一個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理 對沒錯 可是當時候也是發生了很多 核四在測試階段的工程意外的新聞 例如什麼 例如怎麼樣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那個全黑事件 OK 那另外還有一些可能比較小的 比方說 包括淹水啊 或者是工程現場很凌亂啊 就是有也有一些調查記者 他們進去發現了很多問題 那也有從當地的一些 呃小型的承包商 他們自己在廠裡面發現了一些工程 亂做等等的問題 反正聽起來就是這個東西要運轉 看起來是風險非常非常高的 這個狀態 嗯沒錯 那這些事情也讓 呃已經陷入低潮的這個反核的力量 有慢慢開始有一些小型的集結 那包括剛才講到 雖然貢老人他們一度很灰心很失望 可是也在這些外在的力量沒有斷的狀況之下 他們也開始在想說 欸是不是有重新再開始集結 要去監督這個核電廠的可能 那非常的偶然 就是在他們這樣子 重新要開始集結的時候 2011年的3月11號就發生了浮島核災 嗯 那這個事情就是又嚇壞了大家 大家因此就被嚇到嘛 所以反核運動開始又到了另外一個高峰 伊婷剛剛說 你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關心反核運動 喔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間我們應該是高中生 對 沒有 是吧 沒有我們大一 我們大一了嗎 你是1992年幾月 11月 那你小我一屆 喔OK 所以你高三我大一 我是高中生 那我真的要講 那時候發生一個真的很好笑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畢竟是一個 呵呵呵 還對於核災 或者是對於就是 重大災害 還不是太 太有了解的一個年代 我記得那時候超好笑 就是因為發生浮島核災 然後我記得時間是下午 他不就是 廠區就爆炸了嗎 對 就他延續了一段時間 然後下午的時候廠區爆炸 然後剛才發生了第幾次的海嘯 然後呢 學校就開始大廣播 剛剛在日本發生了 瑞士規模幾級的一個地震 請現在學校所有的同學 立刻回家 真的喔 對 然後大家就整個想說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種緊急廣播 就講了三次 然後 大家會覺得 不是日本大地震嗎 對然後就說這個海嘯 可能在幾點幾分的時候 會抵達台灣 然後呢 不知道會造成怎樣的災害 請大家立刻回家 然後大家就立刻拿著包包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就是還一陣茫然的時候 然後超多同學 就拿包包衝出校門 然後哭著跑回家 真的假的 對 然後我想說 蛤 這是發生什麼 很神秘的事情 然後 對啊 那就是我大醫師 我在電腦教室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那天就非常peace這樣子 真的嗎 天哪 所以高中哇 差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 學校教育不能等 好可怕 對啊 然後反正我就對這個是有印象 然後一直到2012年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2012年是比較幾個大規模的反核運動 嗯 然後那也是我上大學 所以那個時候雖然說我是南部學人 但我也去高雄參加反核遊行 然後人非常非常非常多 對 我第一次猜到反核遊行 應該就是 應該2011還是2013 人超級多 對啊 就那些年的反核遊行 人都超級多 對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那時候人超級多 連朱學衡都來了 喔對 朱學衡都來了 對而且因為我記得後來 我忘記那是第幾年 2013年 然後2012年 有非常非常多明星 一起出來反核 對 2013年 嗯 2013年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多人 上街反核的一年 對我應該就是那一年去的 就是 光台北就10萬人嘛 對 然後加上高雄台中 台東也有 對 就是全台灣有20萬人 就是2013年的3月9號那天 全台大遊戲 對 對就是那一天 嗯 那現在我們 講的是10年前的事喔 嗯 現在回看 也會發現當時候有 各種其他外部的因素在影響 比如說 那是 呃 整個社會裡又重新開始 蓬勃 大爆發的一個時間 對對對 然後不只是反核嗎 那那段時間 從2012到2014年 前後就有好多不同的事件在發生 把媒體熔斷啊 Dub啊 等等之類的 紅重秋事件也是 嗯 然後一路就到 2014年的318事件 嗯 對所以那段時間真的是 呃 你不會只參加一場社會運動 是 你會同時參加好多 在街頭上面發生的事情 沒錯 沒錯 對 對 我跟伊婷就是 我們 好忙的年代啊 我們在2014年年初的時候 參加綠黨的政治營隊認識的 那是2014年喔 2014年 對 天哪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大家都會參與這種 這種事情非常非常多 非常有趣 對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個書剛出版的時候 呃 就是現在在 一些社運團體工作的年輕人 我是不是年輕人 就是他們可能 二十 剛大學畢業二十 二十幾歲的這種年輕人 嗯 他們看這個書啊 然後就一直在想說 會問說 為什麼核四議題可以吵這麼久 對 然後 甚至也有人說 蛤 原來以前經濟部長 跟大家講說 沒有核四就會缺電 這不是現在才講的 嗯 這個在1980年代 他們就這樣講了 OK 然後到現在都還一直在講 同樣的話 嗯 然後那些比較年輕的朋友就問我 就問我們說 為什麼 事情都還是一直是這樣 為什麼事情還沒有結束 對啊 為什麼會這個樣 就是到現在 就是我們還是討論這個東西了 而且如果1980年就跟大家講說 沒有核四就會缺電 那很明顯這40年來 我們都沒有核四 但是還是沒有缺電的狀態 對 所以 嗯 我覺得從寫書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是 嗯 一開始講到為什麼一個單一的社會議題 可以寫成一本528頁的後書 嗯 就是說 我們其實也到了一個 好好的去回顧跟總結 我們曾經走過時代的一個 很關鍵的時刻 嗯 就是台灣的台灣其實是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嘛 對 我們從寫言到現在 其實也就30多年而已 嗯 這個真的是 還沒有經歷過很長的時間 嗯 所以我們其實是需要好好的去回顧跟反思 我們 嗯 走過或者是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時代 嗯 那你才能從歷史當中去學習嘛 否則我們所有的討論都只能 夠回應當下 或是停留在很不淺的層次 對 所以這是 我想這是我們 會寫一本很厚的書 去跟大家回顧反核運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 對 對 但是疫情在2011年的時候還是一個高中生 所以接觸核電的疫情 真的 很明顯是比較晚近的 真的 有沒有一些你自己個人的視角這樣子 其實我也有點覺得就是 這種建設的題目 就不管像是核電體 然後或者是 呃任何的高速鐵路啊 不然就是全台環台鐵路這種東西 他其實蠻容易成為標的 所以他會其實一直反覆的出現 然後也因為這些工程 他都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對於行政部門來講 他其實很難 立刻就說我不要就不要 對 因為這對於行政部門來講 就是他的公共預算啊 或他的公共工程 都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這其實是 就是過去20年台灣的一個 不能講政治陋襲 但就是他的路徑依賴就是這樣 他就會想說要用一些重大的建設 然後來開始推進台灣的一些經濟發展 可是我有一點點覺得 就是在下一個20年的台灣 甚至全球 其實他不一定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因為對於可能現在很多新的局勢 不管是像能源轉型 或者是淨零排放等等 他其實是希望你有一個分散式 然後很地方式 然後跟可以再被循環回收的方法 嗯 然後當然顯然這些大型很中央 這種其實 他是比較威權方法 他就不是很適合下一個20年 所以我覺得到了今天 大家還是會看到 剛剛順微講的問題 在今天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對照 甚至是一模一樣的題目 就像是這一陣子 我們錄音的這個當下 雖然說在炒國會改革 但或許可能過了幾天之後 又再炒能源題 又會覺得 啊我們是不是應該 把核一二三繼續用啊 把核四就是重啟起來 就是這個標的 他其實會常常一直被挑出來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 為什麼就是這個運動 他 我覺得平常西線無戰士的時候 其實是最困難的 但當你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些年 我又覺得你又會有點接不上 你會覺得 怎麼又來了 這個事情我不是已經講20年了 嗯 怎麼還是一樣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點沒辦法 就是你只能一直說 一直說 然後一直用不停的方法去回應 就是此刻的當下 為什麼我們覺得 他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對 因為我覺得今天我們主要談談論的是說 反核整個運動的歷史 因為大家每次談論核電的時候 都會講說 啊缺電這件事情 我覺得網路上其實都有非常非常多資料 你可以自己去看 可是針對說這場運動 為什麼持續了這麼久 從1988年到現在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可能是過去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了解的 包括核電 一開始怎麼種下到台灣 到後來中間又發生什麼樣子的事情 政治的轉折 我覺得這本書就值得大家去看 去了解關於台灣這個土地上 關於能源這方面的議題 因為相信大家如果聽過我演講 都知道我非常非常討厭 所謂廉價的批評 懂不懂說要幹缺電怎麼處理 什麼等等之類 這對方就是博物學 因為你根本沒有去了解 這本身的知識的基底 就急著批評 我覺得這本書 就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 這塊土地上 關於能源發電的議題 經歷過哪些事情 這是一本527頁的這本書 那我要跟大家推薦一下就是 這個議題當然除了你 這個書當然台導合適 除了你自己看很棒之外 我覺得它很適合拿來當讀書會所使用 或者是課堂上的指定讀物 對因為大家就會被迫 為了要完成某些事情 把這東西看完 我相信對受眾來講 絕對都是一個成長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順威跟怡婷來我們的節目 跟大家分享這個核電的歷史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